第六十四集 二少爷 二少奶奶 夜宵坐好了 如意在外面喊道 李明韵停下动作 眼底巨视懊恼之色 真真是信头上被人猛地泼了一盆冷水 浇得彻头彻尾 安妈 不开眼的臭丫头 本少爷正在吃夜宵 你还送什么夜宵 全然忘了 是自己吩咐如意去做夜宵的 林南趁她这一愣事 赶紧推开了她 五上一巾 手忙脚乱地整理着 要是被如意看见她这副模样 她没脸见人了 一面又感叹 如意啊 你真是吉时雨啊 你还不快应声 林南一边瞪她 一边催道 面颊上红月密布 李明云咬牙切齿 神情幽暗 狠狠地低语 不管她 她这副样子 就像到手的糖葫芦 忽然被人抢了的小孩子 郁闷且愤怒 林南被她凶狠的眼神吓到 忙退缩了去 却却道 人在外面等着呢 她盯着她 忽然又扑过来 将她扣在身下 就让她等着 不行啊 会让人笑话的 林南推她 好不容易扣上的扣子 又被她轻而易举地解开 林南郁闷 她的动作怎么这么熟练 好像怪会解人医 谁敢笑话 看本少爷怎么收拾她 林明云恶狠狠地说 此刻她当真杀人的心都有了 林南真怕她不管不顾 只好可怜兮兮地说 可我真的饿了 我晚上都没吃什么东西 林明云这才冷静下来 看着她可怜兮兮的模样 摸摸她扁平的肚子 无奈地抱着她 头埋在她的颈窝 闷闷地说 这是要折磨死我吗 林南深表同情 小小声地说 先让我吃点东西好不好 林明云琢磨着这话里的意思 心情陡然又好转 抬头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好 等你吃饱了 咱们再来 林南顿时傻眼 还来 林明云却是迅速地爬了起来 整了整自己的棉袍和头发 回头看林南还愣在那里 便征寻道 或者 继续 林南连忙头摇地波浪鼓似的 我要吃东西 躲得过一时 是一时 至于饭后 再想办法吧 门外的如意 端着夜宵等了好一会儿 心中纳闷 二少爷跟二少奶奶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不开门 踏实不知 自己刚刚拜了二少爷的信 二少爷差点气爆了 林明云吃完夜宵 就先去洗漱了 换了身雪灵中衣出来 神清愉悦 大有人逢喜事 精神爽的意味 郡目含笑 吐着殷切的期待 看着捧着空碗 还舍不得放下的林南 那笑容 就更浓醇了几分 吃饱了 就去洗漱吧 她的眼神和话语 都极具暗示性 林南粉颊烧火 打了个宝根 淒淒哀哀的说 我还没吃饱 林明云失笑 也不揭穿她 你自己不是说 夜里吃多了容易几时 为了安抚她 别扭忐忑的心 林明云叫来引流 收拾东西 自己捧了书 已在榻上 诶 她今晚不上床了 林南纳闷 晚辈收走了 收走了也好 总不能吃一夜的东西 会撑死的 就算躲过了今晚 还有明晚 还有后晚 林南生出一股 壮实断腕的勇气 算了 架都架了 何况她又不差 说起来 还是她占了便宜呢 可是 听说第一次很痛的 林南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又歇了 慢吞吞地 挪去进房 又在里面磨蹭了半嗓 侥幸地想 最好她出去的时候 她已经睡着了 可这根本就不可能 除了上回她喝醉了 每次都是她先睡着的 林南懊恼地看着 镜中愁眉苦脸的人 问道 你喜不喜欢她 镜中人点头 你们是夫妻对吧 镜中人又点头 是真的夫妻对吧 镜中人用力点头 那你还就接什么 林南十分唾弃自己 胆小鬼 心理建设完毕 林南出了进房 林明云已经转移阵地 上了床 牵她出来 便往里挪了挪 林南深吸了口气走过去 摸摸缩缩地上了床 她长臂一捞 就把她拥进了怀里 呼吸里 满满的都是她的气息 很淡 很清新 像间隙后山上 雨后的芳草气息 耳边是她沉沉的心跳 咚咚咚的 像一面小鼓在敲 想到先前她 对她做的那些 林南很忐忑 如此强烈的感官刺激 自己受不受得了 小手不安地 拽着她的衣巾 面颊烫得不像话 只能把自己的头 埋得更深 她能这样温顺地 躺在她怀里 令明云欣喜若狂 一手温柔地抚摸她的背 一力安抚她 因为紧张而紧绷的身子 明云 连难滴滴唤她 咬着粉唇 很想哀求她 今日作罢 可又说不出口 嗯 她用下巴 摸索着她的顶发 一手探见她的中医 触及光滑细嫩的肌肤 感觉到怀中的人 身子弓得越发紧绷了 明云 我有件要紧事跟你说 连难慌乱地找借口 脑子里 根本就是一团浆糊 她低下头 亲吻着她的唇 低雅的嗓音 充满魅惑 现在 先别想其他事 不想其他事怎么行 她的神经末梢太发达 得分散注意力 嗯 明云 我想睡觉了 待会儿再睡 我明天还有早起 我不会让你太累 明云 你说 大伯母带那个鱼脸来做什么 明云索性封住她的嘴 舌尖扣开她的阴唇 细细地吻着 把她所有的废话都给堵回去 一手扯了她的肚兜 明云 我好难受 李明云轻笑着 与其暧昧 哪里难受 林兰羞愧地说 我肚子痛 李明云抬头 眼中一抹微温 不许找借口 林兰 气气哀哀地看着她 扁了扁嘴 是真的 李明云伸手 去摸她肚子 原本平扁的小腹 已经胀得圆鼓鼓 不由一阵气恼 吃成了吧 林兰羞愧不语 只一双泪眼萌萌地 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狗 瞅着她 李明云重重叹了一气 翻身下来 搂着她 一下一下地 帮她揉肚子 也不说话 林兰知道 自己太扫兴了 锁在她怀里 不敢露头 她的手心很暖 暗柔起来很舒服 渐渐地 腹中不那么胀了 她也不问她好些了没有 只一味地帮她暗柔 这让林兰更加惭愧 小声懦懦道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还要硬撑 一大碗鸡丝面 外加两只荷包蛋 连她都撑不下 她居然有本事 全吃光 汤水都没剩一滴 不过 李明兰已经没有力气去追究 她是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担心 今日两度被泼冷水 会不会就此雄风不震 见她不语 林兰又小小声地说 我 我只是有些害怕 她手顿了顿 淡淡地问 怕什么 林兰讨好地往她怀里拱了拱 半天才憋出一句 怕痒 怕痛 怕你不满意 李明兰听了 又气又好笑 平日里看她天不怕 地不怕 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居然这般在意自己不够丰满 怕会让她失望 心里突然变得柔软起来 和声问道 好些了吗 林兰点点头 已经好多了 她方才躺了下来 帮她椰好被子 拍拍她的小脑袋瓜 不走了 睡吧 她相信 她没有说谎 她那么敏感 碰一碰 都会发抖 还是慢慢来 循序渐进 让她慢慢习惯吧 真的就这么过去了 林兰不禁哑然 抬头看她 她一掌 把她的头按回去 睡觉 那长长的睫毛 像两把刷子 刷在她脸上 痒痒的 现在她可是 经不起一点诱惑 她的身上热乎乎的 好像抱着一个大热水袋 林兰暗暗感叹 大冬天的 果然是两个人 睡比较暖和 林兰是说睡就睡 我在某人怀里 睡得香甜 可某人 心似猫抓脑 身似火烧 已经被挑起的情欲 无处发泄 不 是有处发泄 不能发泄 看得着 却吃不着的滋味 让人很崩溃 第二天醒来 林兰神清气爽 两手伸出被窝 伸了个懒腰 李明允则是 是不习惯两个人睡在一起 却什么也没做 林兰脸上善善 哦 李明允气笑的 你哦什么 没什么 就是哦 林兰装傻充愣 坐起来穿衣 李明允越想越不甘 一把将她摁在身下 好一顿搓揉 得尽快让她习惯她的存在 喂 你属猪的 不要乱拱好不好 林兰挥舞着手抗议 李明允不理会她的抗议 唇舌轮番攻击她胸前的敏感点 林兰迅速败下阵来 化作一滩春水 只有阴阴哀求的份 别 再不起来就要晚了 李明允低声闷笑 就这时候她才老实 存仙再逗她一逗 受伤越法放肆 把林兰给吓的 以为她当真就要将她就地正法 可她还得早起去给老巫婆 老太太请安 明允 真的不行 要不 晚上吧 林兰红着脸道 李明允与她鼻子碰鼻子 强忍着笑意 故意冷着脸道 你不是怕吗 林兰支支吾吾 怕也没用啊 李明允揉揉她的小脸 笑道 小笨蛋 这是行夫妻之礼 又不是绑你上刑场 怕什么 再说 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是你丈夫 好了 不闹瘾了 赶紧起吧 请安的时间定在卯时 这个时辰 李扎爹和李明允 都已经上班去了 所以 他们都不用请早安了 林兰先去了老巫婆那里 隐隐听见里头再说 老爷疼你 你也该有个分寸 别一味地依从 像这个这般 差点误了上朝的时辰 若叫老太太知晓了 断不会责备老爷 只会罚你 夫人教训的是 刘姨娘的声音很好听 焦低婉转 我也是为你好 难得老爷遇上个可心之人 从这个月起 老爷下半月去你那里 药别忘了吃 春兴出来 看见二少奶奶站在门外 先是微微一岔 随即客套道 二少奶奶怎么不进去 林兰看着那道洋红洒花软夹帘 露出几分犹豫来 正是正在堂而皇之的教训小妾 已发泄她备受冷落 悲愤的心情 这时候进去 岂不是自讨没去 反正大嫂还没到 春兴笑了笑 奴婢替二少奶奶通传一声 春兴进去不一会儿 刘姨娘就出来了 刘姨娘今日穿了身 秋香色 遍地绣缠织芙蓉锦端裙袄 贴身的剪裁 凸显出她突凹有致的丰满身材 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 更何况还长了一张不错的脸蛋 难怪李扎爹这一般疼她 见到林兰 刘姨娘迎迎一礼 二少奶奶 林兰给了她一个善意的微笑 但凡能让老巫婆不爽的人 都算得上是同盟 刘姨娘微微一笑 鸟挪而去 望着刘姨娘的背影 林兰不免感慨 这做妾的也是可怜 该守的规矩一样不能少 甚至更严苛 福利多少 就要看老爷的宠爱有多少 不过 得到老爷的宠爱 竹母心里必然不喜 处处刁难 得不到老爷的宠爱 那就更糟糕 哎 悲催的角色 林兰陪老巫婆说了会儿话 明珠和于莲一起来了 还手拉着手 明珠在这个家里身份尴尬 被迫服低 如今来了个跟她年纪相仿 身份比她更低微的于莲 明珠终于找到了一丝平衡 加上于莲对她唯命是从 又大大满足了她骄傲的心 而于莲 能得到李府表小姐的亲爱 就已经是受宠若惊 哪有不为命是从的道理 于是 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明珠眼风飘过林兰 直接将她忽视 静止走到韩氏面前 笑嘻嘻地 屈膝行礼 甜甜地说道 明珠给姨母请安了 于莲就显得很拘谨 行得里也是僵硬 声弱细纹 于莲给二姑母请安 韩秋月笑颜颜地让他们起来 叫翠芝给两人看座 按理 明珠和于莲应该坐在林兰下手 可明珠嘴角一翘 把翠芝搬来的景物搬到韩氏身边 挨着韩氏坐下 韩氏目光微宁 略显不悦 可看着女儿难得这般高兴 暗叹了一气 随她去了 转而去问于莲 在这里住的可还习惯啊 于莲连忙点头 轻轻声地答 习惯的 韩氏瞧着于莲小心谨慎 缩头缩脚的模样 心中不喜 不是让大嫂挑个机灵初挑的来吗 这于莲模样倒是不错 可这性子 姨母 让云莲妹妹跟我一起住吧 我那里宽敞得很 明珠抱了韩氏的手臂撒娇 韩氏笑道 你云莲妹子住你那儿了 你大伯母岂不是又没伴 明珠很失望 嘟弄着 那就等大伯母回去后 让云莲妹妹跟我住 韩氏笑笑 到时候再说吧 林楠狐疑 大伯母回去了 于莲不跟着回去吗 老巫婆留着她要做什么 一个女儿家家的背井离乡 求什么 不过是一门可心的婚事而已 可是 凭啥不给李家的女儿某一门好亲事 却给大伯母娘家的侄女来费心 林楠越想越不妥 就于莲这条件 给明泽作妾还差不多 心里吐的一个机灵 该不会是想把人塞到她房里 林楠不禁暗暗打量于莲 小小的瓜子脸 大大的杏仁眼 模样还挺清秀 只是举手投足间 小夹子气 简直就是标准的小兽一枚 林楠打定主意 如果这是老巫婆给自己儿子预备的妾室 那就算了 如果想塞她房里来 对不起 惹毛了她 她全弄李扎爹屋里去 李明泽扶起姗姗来迟 两人表情有些怪异 丁若言好像在生气 明泽小心翼翼 不住地去看丁若言的脸色 韩秋月也瞧出点不对劲来 不过她是过来人 看出来的东西比林楠多 若言虽然绷着一张脸 可面犯红潮 自己的儿子又是一副做了坏事的模样 韩秋月不禁狠狠瞪了儿子一眼 自己的妻子什么时候不能要 猴急猴急的 耽误了给老太太请安的时辰 仔细你的皮 这边人都到齐 韩秋月带队 一行人去招灰塘 这种请安真的很无聊 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话 好在没林楠什么事 只当在上无聊的政治客 我听说 民运屋子里头好些个丫头仆妇 都是叶家的 老太太忽然来了这么一句 马上把神游天外的林楠 给拽回了地面 韩秋月淡淡地提醒道 祖母问你话呢 林楠起身回道 也不多 就周妈和贵嫂 明运在丰安三年 都是周妈和贵嫂伺候的 明运习惯了 外祖母就让两人 跟着来伺候明运 二表嫂 你身边的银柳和玉蓉 不也是叶家的人吗 明珠闲闲道 一边秀眉挑着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林楠微微一笑 这两个丫头 是明运路上买的 卖身器都还在我手上呢 你说是就是了 明珠嗤鼻道 林楠不知道老太太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她不喜欢被动 等人家把话说出来了 再去赌 再去演 便问道 祖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老太太看着林楠 眼神复杂 反问道 你觉得呢 林楠玩耳道 叶家是明运的外家 外祖和外祖母 就明运这么一个外甥 自然十分疼爱 送几个仆妇伺候明运 也是情理之中 再说长者赐 不可辞 孙媳妇记得祖母 做个腻的家规中 就有这么一条 老太太目光沉沉 祖母并未说不合适 只是我听说 那周妈 是伺候一老太太 几十年的老人 想必 老太太离了周妈 也不习惯 韩氏插嘴道 可不是 明运需要人服侍 家里有的是人 怎好要了 她祖母身边的人来 林兰笑道 这才足见外祖母 对明运的疼爱 莫说一个身边 伺候几十年的老仆人 就算掏心挖肺的 也是情愿的 祖母不也一样 心疼儿孙吗 只是祖母是 沿在嘴上 疼在心里 老太太轻微一审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大家又闲聊了几句 老太太就打发大家散了 感谢观看